用5G行動網路看影片滑手機 理論上5G網路的速度 會比4G還快一百倍 但已經推動三年的5G網路 普及率卻不到三成 還是用4G的 比較方便 我覺得很奇怪 既然是5G為什麼常常跑出4G出來 好像感覺被欺騙的感覺 根據統計 5G網路的基地台 電波人口涵蓋率高達九成以上 不過電信不同 5G網路的訊號也會有所不同 實際上街實測5G網路的穩定性 電信業者為了台灣燈會在這裡 創建了250個基地台 可以看到我目前的手機是5G訊號 但如果離開燈區的話呢 走到離燈會450公尺遠的地方 可以看到我的手機還是5G的訊號 但是其實在走過來的過程中 4G 5G不斷跳來跳去 訊號好像不是那麼穩定 而時間用4G和5G手機傳影片 同樣三分鐘的影片 4G網路三十幾秒成功傳出去 5G網路反而花了四十秒 因為我們現在的4G是比較在國際上的百米是非常的便宜啊 所以除非5G能夠接下來的問題 就是說5G能夠有一個更好的應用服務 讓消費者能夠感覺到說 我需要用5G 亞洲城市5G普及率比一比南韓首爾最高超過百分之四十 台北百分之三十點二 新加坡百分之十八點八 日本東京則只有百分之七點四 國家通訊委員會預估5G網路要和4G並存 至少要等十年 而在衛星軌道發展上 已經發展出6G技術 預計將在2030年正式啟動商用 華視和方廷李仕見 台北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頻道